C罗从来都不服输,他有着最强者才具备的雄心壮志。 自2003年首次入选国家队以来,C罗在自己参加的每届大赛上都能取得进球,包括四届欧洲杯和四届世界杯。 年国而历后,C罗在2016年随队拿到了欧洲杯冠军,这是其职业生涯的首个国家队荣誉,也是葡萄牙足球有史以来最大的奖杯。 今天,C罗在索谢菲什特奥林匹克球场输给了苏亚雷斯和卡巴尼的乌拉圭,这会是他在世界杯赛场上留给我们的最后画面了。 2006年,21岁的C罗首次出战世界杯,在小组赛2比0击败伊朗的比赛中,前辈斐哥将点球让给了C罗,后者一蹴而就,收获了自己在世界杯上的橱子球。 12年后,还是面对伊朗,C罗罚丢点球,导致葡萄牙最终1比1被对手逼平,只能以小组第二的身份。 在1分之1决赛中,面对强硬的乌拉圭,从绝对实力上而言,葡萄牙面对乌拉圭毫无优势。 在所谢的菲什特·奥林匹克球场,C罗曾在首战西班牙时上演帽子戏法,那几绝评的任意球为其圈粉无数。 在今天早些时候结束的比赛中,梅西和阿根廷惨遭法国淘汰,作为绝代双胶之一的另一位。 C罗自然不想和梅球邦同一天离开,但天不遂人怨,乌拉圭的发挥更好,他们配得上比赛的胜利。 高手对决,葡萄牙出现了两次不该有的失误,整场比赛,C罗的发挥不可谓不努力,但在对手的严防死守下,他没有获得过太好的机会。 佩佩的进球,有他带走防守仁哥丁的功劳。 除此之外,葡萄牙巨星几次远程发炮和任意球都无功而返,比赛最后时刻,他还因为不满裁判判拔吃到了黄牌,将缺席下一场比赛。 可那注定是理论上的停赛而已,相信如果葡萄牙能晋级,C罗会无条件接受这样的停赛。 比赛中还有一个画面令人印象深刻,第七十一分钟,不中两圆的乌拉圭前锋卡瓦尼因伤,无法坚持主动走向场边。 而作为对手的C罗主动扶着卡瓦尼走向场边,为紧张的比赛带来一丝温情。 他的这个颇有风度的举动,也赢得了球场内乌拉圭球迷的掌声。 虽然C罗此举也被不少人理解为他希望卡瓦尼不要浪费时间,但在这个过程中,C罗并没有抱怨卡瓦尼走得慢,而是跟着卡瓦尼的节奏缓缓走下球场,随后快步返回。 在33岁的年纪,C罗为葡萄牙国家队,出场153次,打进85球。 他无疑是这个国度最伟大的足球运动员,而在四届世界杯上,C罗一共打进7球,也成为了足球历史上第四个在四届世界杯上取得进球的球员。 之前的三人是贝利、克洛泽和乌维席勒,四年后的卡塔尔,C罗将是37岁,以他的自律来说,依然还有机会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